掌握华天北一手黄情 不做二手韭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华天北二台 每天下午打卡 华天北更大市场 帮粉丝挑选机器 下午的三点慢 二台也是准时到达市场 先过来飞扬的三楼 帮一位内蒙古的粉丝 拿一台15普如麦克斯 256G的蓝色 经常刷二台视频的小伙伴 也都知道 15普如系列之前只有全新机 然后这几天市场到了一些二手的 这台二手的橙色的话是95新 边框有轻微的磕碰 我们在这个关于本机 可以看到通电次数也只有三次 这台256G的我们在市场 是花了4950拿到 比全新机便宜个400左右 不到5000块就能入手一台 15普如麦克斯 小伙伴们觉得性价比高吗 前两天那个如意科技直播 不知道小伙伴有没有看 那个直播二台看了之后 感觉这个异形卡槽要黄了 这个异形卡槽的方案需要换中框 钛合金的中框要换成铝合金的 有小伙伴会用这种方案吗 而且这种方案定价也是太贵的 要600以上 所以小伙伴们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内置吧 要不就直接入手国行 紧接着帮一位福建的粉丝 挑一台14普如麦克斯 256G的金色 这是一台美版的卡贴机 我们可以看到电池是100%的效率 但是这台机器的橙色不是很好 只有九成新 边框有多处可捧 像这种小花橙色的 市场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都知道 量级的拿坏价都达到 4600到4700了 然后这台机器我们在市场是花了4300块拿到 比量级整整便宜个400块钱 而且电池还是100%的效率 小伙伴们你们会选择这种小花鸡的橙色吗 要拿的机器都搞定好之后 花财也要回到办公室开始验机了 今天的市场行情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